大家好 我是小明 又到了我们这个美洲360X座了 现在就让我带大家去回顾一下 上周这个车谈的重点新闻 第一车新闻 新一代的 Honda Civic 动力配置曝光 中国媒体是强大的 他们日前就爆出了这个新一代 Civic 在动力配置上的所有详情 根据他们所发布的这个消息呢 这个新一代的 Civic 全系 将会搭载1.5L的 VTEC Turbo 涡轮增压引擎 并且将会分为高功率和低功率两种版本 而且这两个版本呢 还有两种不同的 code 分别是 L15C7 和 L15C8 其中这个 L15C7呢 它的最大马力为 128hp 峰值扭力则是 180Nm 属于一个 downtune 版啦 至于这个高功率的 L15C8 它的最大马力则是达到了 182hp 峰值扭力则是 240Nm 相比起现在的 Civic 1.5 Turbo 是高出了少许 听起来是不错啦 这样变速箱叻 根据这个中国媒体的报道啦 预计这个新一代的 Civic 将会继续使用 CVT 的无段数变速箱 其实目前我国的这个 Xiamen Civic 也是分别有 1.8 NA 以及1.5 Turbo 两种引擎配置 so 相信我们的这个未来的新一代 Civic 也将会延续这个传统 就不知道会不会和这个中国版一样 都是全系标配 VTEC Turbo 然后来一个两个版本呢 你们期待这样的配置吗 第二个新闻 哇 朋友们 这辆 SUV 帅吧 那吉利在上海车展就正式发布了这一款车 这款车这么称呢 是他们最新的旗舰 SUV 星月 L 那这个星月 L 有什么特别呢 我们先来看看外形部分啊 首先 这个设计 围鸟咯 这个星月 L 在外形上其实看起来是蛮有德系的一个味道 然后它的这个水箱护罩就整个很沃沃的感觉啦 加上它的这个头灯组 其实我觉得它的这个日行呢是蛮特别的 一个三段式的设计 美 加上它的这个保险感呢 还有这个镀铬四条的点缀啦 让整个车头看起来就是很贵气的感觉 而那辆车尾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星月 L 它是导入了名为 DOT Matrix LED 的贯穿式点阵式尾灯组 这个设计就营造出一种立体感啦 我觉得是相当的漂亮的 再加上它的这个下方呢 还有很多Chrome 镀铬四条的点缀 整个看起来就是很得体很内敛的感觉 不过更多故事讲的还是在它的内装部分 这台车什么多功能方向盘啊 还有全夜景仪表盘啊 都已经是很basic了 大家来看看它的这个悬浮式的主机屏幕 这个屏幕的长度达到了100cm 对你没有听错是100cm 横灌整个dashboard 不止如此它还拥有全景天窗 真皮电动记忆座椅 精致的电子排档杆设计 以及拥有10颗喇叭的BOSS高级音响系统 而且不止如此哦 它还导入了BOSS的 Quiet Comfort主动露罩消灭技术 加上双层的这个隔音玻璃 整体的这个MVH表现相信会是非常非常的好 安全部分呢也是这台车的其中一个重点 那这个星月L它拥有非常全面的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而且它的这个Level 2半自动驾驶技术 还很智能 它有个功能蛮厉害的 就比方说假如你要去这个停车场拿车啦 只要你的这台星月L是在你的200米范围以内呢 它一旦增测到你它就会自动去找你 而在动力部分这个全新的吉利星月L呢 将会搭载和这个Volvo研发的2.0涡轮震压引擎 并分成高功率以及低功率的版本 在驱动形式方面也有所不同 对变速箱方面也是不一样 大家可以参考旁边的这个列表 不过重点还是 它会是为了我国的这个Proton X90吗 你希望它过来吗 第三则新闻 Toyota Cloud大家都知道吧 那这个经典的Toyota房车如今就有了 SUV的版本 又是上海车子 那这个全新的Toyota Cloud Google 就是在上个星期在中国全球首发 如果你觉得这台车的外形有点熟悉的话 其实是因为它是基于这个美国的 Toyota Highlander 打造而成 不过在外形上它还是拥有自己的元素 像是这个招牌的 Crow的水箱护罩 并搭配精致的这个LED头灯组设计 整体看起来还是相当的一个霸气 又加上有点贵的感觉啦 而车尾部分则是延续了这个 Highlander 的设计 同样的在内装部分呢 这一款Krow Kruger 它也是直接造版了 Highlander 的整个内装配置 不过因为Toyota Highlander 本身就已经算是高阶车型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内装其实是相当的精致的 并拥有相当多的配备 像是多功能的夜景仪表盘 大型的这个悬浮式娱乐主机 然后还有这个真皮座椅的配置等等 加上这个拥有Crow logo 的多功能方向盘 让这台车其实在内装看起来还是相当的奢华的 而在动力部分全新的Krow Kruger 搭载的是Toyota引以为傲的2.5L Hybrid 混合动力系统 可以产生高达245HP 的综合马力 并匹配 ECVT 变速箱 无论是性能还是油耗 相信它的表现应该都会相当的不俗 就不知道大家对这一款SUV版本的Toyota Cloud 有兴趣吗? 第四支新闻 Purjot 有新车在我国测试 那我们都知道Purjot Malaysia 的这个新代理 已经是确认有把这个Mazda在我国 搞到有声有色的Bear Mask 接受了 而这个新代理也很努力的在测试新车 什么车呢? Purjot 508 新一代的Purjot 508 采用了Purjot家族最新的家族式设计 前年就具备了非常唬人的獠牙式LED日行灯 并搭配同样锐利的LED头灯组 以及钻石水箱护照的设计 整个前脸就是两个字 凶 帅 而这车的部分则是导入了这个辨识度极高的 熏黑式尾灯组设计 并搭配双边单处的排气围管 可以说这一台车真的是颜失担当 而且这辆D-Segment房车还拥有帅气的无窗框设计 而在内装方面呢就是Purjot招牌的i-Corpic 驾驶商设计学 拥有这个上下平底的小尺寸方向盘 悬浮式的全液晶仪表盘 电子排檔杆等等的设计 整个内装看起来就是很科幻很时髦很科技感的感觉 来到引擎配置的部分呢 这个新一代508依旧是搭载熟悉的1.6 Turbo渦轮这样的引擎 不过这些引擎已经是属于第二代的升级版本了 而在输出方面呢 这个508所搭载的1.6 Turbo 拥有两种输出版本 分别是177hp 以及高功率的217hp 就不知道我国的508会引入这个低功率还是高功率的版本呢 那其实这个508真的是已经在我国平凡的测试了 所以估计接下来Bermas要发表的新车很有可能就会是它 你会期待它的道理吗 那接下来就让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上周呢 在我国所发表的一些新车好了 第一台最新的2021 Porsche Panamera来到我国了 但是目前这个Porsche Malaysia暂时只是发布最入门的2021 Panamera 在动力配置上它搭载的是这个2.9L的V6 Twin Turbo渦轮这样引擎 并采用后驱的设定 搭配的是8速的P1K双离合变速箱 这个入门版Panamera拥有330PS以及450Nm的输出功率 0-100的加速只需要5.4秒 而0-200的加速则是21.6秒 急速方面则是270公里 至于在外形上呢 这个2021的Panamera基本上和改款前是差不多的 它只不过是在这个前后的保险感的设计进行了一些小修改 加强了这个空气的动力学 让新车拥有更好的下压力 至于在内装部分呢 则是和改款前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追加了这个氛围灯的设计 这款许多小姐姐都很爱的四门版Porsche 防跑在我国的起跳价为 这个样子 但是估计Porsche Malaysia在未来呢 还是会为这个Panamera追加更多的车型 只是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一样 在坐等CKD的版本呢? 第二款新车则是来自瑞典的这个Volvo S90升级版 那这个升级版其实在外形上 大致上是和这个小改款前是大同小异的 像是这个经典的雷神支吹LED头灯 还有直布式的水箱护罩等等呢 都获得了保留 不过在车尾部分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全新设计的立体式 是熏黑式为灯主 加上这个双色的全新轮圈设计 让这台则看起来更加具有运动气息 至于在内装部分呢 则是有个小改变 那就是原本就已经很漂亮的这个水晶排断杆呢 设计这一回更加的漂亮了 至于其余部分呢则是延续了之前的配置 像是拥有这个Apple CarPlay 以及Android Auto手机互联工能的主机 Volvo S90在我国继续备有两种车型 分别是入门的T5以及高阶的T8 那在动力配置部分呢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列表 基本上是延续了改款前的这个动力配置啦 不过大家别忘了 这一回它的这个急速都是被电子限制在180公里 全新的Volvo S90在我国的售价分别是32888令吉 以及339315令吉 不过特别的是这个T5的价格呢 因为是6月才在我国上市 所以这个价格是没有包括SSD豁免的 至于这个T8因为已经上市了 所以是豁免过后的价格 关于这个很瑞典房车呢 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敬请留守我们的频道 因为钥匙已经在我这里了 我们接下来就会做深度的测评 最后一个并不是新车 不过这个新闻有点特别 因为它一车难求 它就是才刚刚在我国正式发表的新一代Toyota Heria 全新的Toyota Heria 在我国只有单一车型 售价接近25万令吉 但这样并没有阻挡到它的魅力 目前这一款Toyota旗舰SUV的订单已经是爆满了 甚至一些展示厅连展示车都已经卖出去了 看来Heria 不只在北美以及日本市场大卖 就连在我国也是很受到欢迎 那朋友们如果你们想要知道 这个新一代的Toyota Heria 更多的详情的话 大家可以点击上方的这个小白点 之前我们曾经为大家详细的介绍过了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期的这个 美洲360 的所有内容 就不知道大家对以上的这些新车 哪一款是你有兴趣的 又或者你已经是当了车主的 欢迎在下方留言和报道 我是小明 喜欢这一期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by bwd6 by bwd6